最后谈到菩萨真实的精进 菩萨行精进波罗蜜 与一切法 有般若相应的精进波罗蜜 那才是真实的精进 一切法 它的真相是不生不灭 非苦非乐 非空非实 非我 非非我 不依不易 不有不无 知道一切诸法是因缘何合 只有讲明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相 相不可得 菩萨做如是观 知道一切有违法 都是虚狂 这有违法包括恶法善法都是有违法 因为它会生住灭 那生住灭的东西 你执着为真实不放 那根本是虚幻的 它不可能永远不灭 即使善法也不能执着 从这个意义来说 一切有违皆是虚狂 不能够贪作 心习无为欲灭其心 唯以极灭为安稳 古字都用安饮 即使当然就是安稳的意思 二十念本愿 菩萨念本愿 怜悯众生 还行菩萨法 己足功德 就是有时候菩萨在修行 发现到 这众生也是空 我也是空 既然是空 还有什么好度的吗 有的就想要自己入涅盘 那有时候佛会来献身 劝菩萨在念本愿 怜悯众生 所以菩萨在恢复本愿 在集中的功德 菩萨自念 我自己虽然知道说 这个诸法是空 虚狂不可得 可是众生还不知道 他们指甲为始 所以在五道中 轮回受苦 我自己知道空 我要想办法 让众生也知道 我空 众生空 法空 所以我应当 具足行六波罗蜜 菩萨抱得神通 得佛道 底下 有很多佛的功德 比如佛的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一切智 大慈大悲 无碍解脱 这是佛的无碍解脱 还有佛的实力 是无所谓 也是八不共法 三达 三达 就是宿命 天眼跟漏尽 这是佛 称为三达 其他阿罗汉也得是称为三明 像这些无量的诸佛法 佛的功德 菩萨想要得到 具足佛的所有功德 得到这些法 佛的功德 一切众生皆得性敬 皆能受行爱乐佛法 能办事事 皆是精进波罗蜜力 这是精进波罗蜜 再来 菩萨精进 如佛所说 菩萨精进的时候 他不会说 你看我身里都精进 一天拜佛拜几拜 打坐几个小时 他不是这样子炫耀 菩萨真正的精进 不见身不见心 他不会说夸耀 自己身精进心精进 身无所做心无所念 身心做平等观 没有分别 求佛道来度众生 我们一般讲 波罗蜜 波罗蜜是到彼岸 对不对 但是 如果 还有能所分别 有此案 有彼岸 还有这种 差别观的话 并没有真正体会到 波罗蜜 所以菩萨 他知道 诸法空向 不见众生为此案 佛道为彼岸 他能够把此案 彼岸的分别 把他破除 一切身心所作放舍 如梦所为 绝无所作 是名 极灭诸静静故 名为 波罗蜜 他的意思就是 不要再执着 我在身精进 我在心精进 我度了多少众生 从此案到彼岸 他完全没有这些知作 所以者和 知一切精进 皆是邪未故 一切精进皆是邪未 在角著202 慈世经 很多经 都是有引用相关的文 比如说角著202 瓜佛一 慈世经 一切精进皆 皆为是邪 为什么 皆有所发 有作有行 皆名为邪 一切法皆是邪作 有所发作 皆是虚妄 如果是虚妄 那就是邪 我们看最下面的经文 我们要正经进 正经进 不要说我在行正经进 你们经进是邪经进 一有这样分别 我是正经进 你是邪经进的话 那就不叫正经进了 他不再分别 这个是邪经进 那个是正经进 等于是 能够真正把诸法关空 那才是真正的正经进 所以知道一切经进 皆是邪未故 一切做法 做法就是有违法 我们身的经进 心的经进 这都是生诸命 这些有违法 都是虚妄不识 如梦如幻 诸法平等 才是真实 于平等法当中 不应该有所求 所以知道一切经进 皆是虚妄 但是虽然说 知道经进虚妄 可是菩萨还是 于 整个空法当中 众生虽然也是空 但是菩萨 也希望引导众生 能够了解空 空的道理 经常来成就 不退 度化众生 所以 他是 两边坚固 知道 诸法是空向 经进是虚妄 但是不是说 知道经进虚妄 那什么都不做 不是 他还是不断地度化众生 而常成就不退 这才名为菩萨 真实经进 下面举世尊本身的例子 世尊见南登佛的真实经进 如佛言 佛自己本身说 过去无量解当中 修菩萨道 行六度 行布施的时候 以头眼脑随来布施众生 令其满愿 不但行布施 持戒忍入禅定 他都修了 在山林中身体干枯 有时候持栽 结石 断绝种种美味 或者修忍入 忍 骂入道障 种种的苦 身体焦哭 也经常作禅 暴露勤苦 求智慧 而且不断地讲说 读诵 讲说思维 一切佛法 那也不断地 不断地说法 所以六度不断地 这样子来精进地修 以智分别好物出戏 虚实多少 还有分别 虚实出戏等等 不但是自己精进 来累积福的智慧之量 而且供养无量的诸佛 不是这一尊佛 供养无量的诸佛 殷勤精进求此功德 想要聚足五波罗蜜 可是竟然无所得 不得不施慈戒 忍入精进禅 波罗蜜 直到什么时候才聚足 见然登佛 以五花善佛 佛要路过 有那个师 师尼 这是菩萨 用头发 布在道路上 让佛走过 那个时候得无声法忍 即使六波罗蜜圆满 于空中立 说了计 来赞叹南登佛 也见十方无量诸佛 这时候才得到真实的精进 有关这个经 我们看角度 二零五 我们看 倒数第二段 这是 世尊 在告诉梵天 他说我念过去一切所行 虽然说这么精进 修慈戒 苦行 对师长 总整恭敬恭养 也修智慧 读诵多文 敏念众生 布施 一切难行苦行 都能够精进 可是 为什么过去的诸佛 不能够为我受祭 说我将来能够成佛 为什么 所以者和 下面这句话特别重要 因为我助身口心 起精进相顾 也就是说 我们释迦菩萨 虽然说供养诸佛 累积这么多的 负责智慧之良 可是 由于 还有对精进 着相 执着 身精进 口精进 心精进 还有这个精进的相 没有关空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佛的受祭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真实的精进 那就要留意 不要说我的身精进 心的精进 我正精进 别人邪精进 总总有这种对立的差别 最后 身精进平等 故得 心平等 心平等 故得 一切诸法平等 他就不会做 差别观 我精进在持戒 其他人在犯戒 等等 如是 种种种因缘相 名为精进 波罗蜜 这才是精进 波罗蜜 我们二要做个归纳 精进的定义 它是断二修善 断二修善 再来 精进有身精进 有心精进 在后面地方有提到 什么是小精进 什么是大精进 有个地方提到 身的精进 其实是小精进 心的精进 内在的精进 才是大精进 有外的精进 还有内的精进 对不对 外就是表现在身口 可是内在 那是心里面 真正的进化 身心的精进 哪一个是真正的精进 其实是内心清静 那才是真正的大精进 其他 就是我们在身心 非常精进 但是还执着有 这个精进相的话 那就是小精进 能够做平等观 没有身心精进相 这样的执着 那才是真正的精进 这才名为真实的精进 所以要达到这样的话 这样的精进 一定是要跟波罗蜜 智慧相应 才能够做平等观 这样做出发空向的观察 这也就能够做平等观察 一切最后的精进 也就能够做平等观察 在身边的观察